好难来了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 更换头上的帽子 以及心理判断的一个机会了 请听出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戴上一顶 表示你们支持哪一队 留下一顶 放在原地 咱们输了 咱们输了 输了 输了 来吧 老师们 各位老师 朋友们 咱们输了 咱们输了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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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咱们 咱们输了 咱们输了 你是不是冤枉我了之后 就心里过意不去了 好 我觉得可能输了 输了是不是也被冤枉了 也被冤枉了 是 没有 这怪我 怪我 冤枉好人了是不是 诚 诚 你怎么会 你是不是骗我们了 没大事 你是不是骗我们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是因为一直被我们说的关系吗 不是 哥 别哭了 没事 没事 别哭了 别哭了 来来来 露 露 你咋的了你 露 好 来 咱俩要生气冲他 一会儿惯他 现在来宣布刚才 根据第三方观众 仲裁的投票结果 票数是 66比34 获得66票的队伍是 白队 所以恭喜白队获胜 大家也疑惑了一整天 到底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公布一下 你看 你看 我说啥 我说啥 我没关系 谁突然间过来打人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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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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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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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着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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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着 你这四个都不亮呢 就运气更啊 没法 哎 哎 哎 你俩干啥呢 干嘛呢 先跳一下 真可爱 我早就知道是你干的了 我早就知道 我冤枉一天了 冤枉一天 我觉得她是因为观众的反应 我觉得观众的反应 让她有点绷不住了 就是永远真相是 你懂吗 她有点绷不住 没事 我根本是 我一天也不下去 你知道 哎呀 这 是这样的 诚哥首先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没什么没什么 从我个人情感和大家的感情上 我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因为这个是 这些内容设置 它是这样的一个设置 我在车上接到了 特殊的通知 说 我有什么任务 我们今天 专门设计了一个实验 来看一看 我们所有的 MCA在面对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时 他们会怎么样判断 就是你要狠狠地打自己一下 然后顺势把这个责任推给 离你做得最近的那个人 杀意最为合适 走啊 最后是你 太难了 早上起来就被冤了 另外就是你要努力争取 你们这些责任的获胜 郑凯高一点 把假的说成真的 把黑的说成白的 还要努力获胜 对 我能把这门锁上吗 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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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要来 就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吧 我就特别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全天都特别纠结 老沙在一个环节当中 她说我已经百口莫辩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看到她有眼泪了 你知道吗 我真没见过 真不是我打的 我那一趟我已经扛不住了 知道吗 我们做完这个实验 也是希望能让观众看到 现在大家对于讯息的获取 非常便捷 但大家接受信息的时间和方式 非常的碎片化 很可能常常因为一张图片 你看这个照片 751是谁的房间 751是沙哥 怎么解释 一个视频片段 我没找镜头 我是看那果盆里头 都啥水果 一段采访 我应该是这部六个人最痛的 不是 这说明不了什么呀 好看 一篇文章 而相信一个所谓的事实 哈哈 我知道了 其实刚才沙哥哭了 我特别能理解他为什么哭 观众选择 相信了一个错误的事实 人的观点和思想是很容易被改变的 往往很多时候不是被事实所影响 甚至是被言语所影响 刚才就是被言语所影响 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过这样的伤害 然后我自己今天又扮演了一个 去这样伤害别人的人 我太反过了 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更遵从自己的内心 去找到内心当中的那一份善良 怎么就我们谁都不要去成为雪崩当中的那片雪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清清楚楚的一个 有自己想法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跑男来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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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s conference 去吧 我教你啊 這是什麼 好啊 真的嗎 我教你 你輕輕 就是你輕輕 對 你輕輕一個文 還有一個文 我風 狂 對 然後我一下 然後 氣氛開始 氣氛 對 又叫氣氛 開始 上下 開始 往上拉 升溫 危險啊 你的懸崖 你覺得 往下走 對 又迷人 這個舞蹈是你自己編的 對 你自己編 哇 我覺得他們節目組怎麼那麼多啊 還有導演說怎麼回事 快把燈亮開 這不血太足了 對啊 他們怎麼也都能好多野了 你就看整個房間 就你進去之後 你就看整個房間的這個佈局 就他們 而且還特意 就比如說服裝老師 在那兒運 一直運 這一條褲子可運得 太久了 你們這些全是好爺爺 反而就全被觀察到 對啊 我就一看不因為 不正常 對 一直在讓我坐下 你知道嗎 因為我一開始就沒坐 你們進來之前我一直沒坐 然後呢 我一直站著 我懷疑是因為我站著 擋了誰的機位了 所以這房間肯定有問題 你起來 你都會喝點什麼或者吃點什麼 你沒有感覺到 我起來我喝水是一個習慣 熱水 就是溫水 溫水 對 別太涼那些 我每天起來都會喝一個溫的蜂蜜水 這個沙拉 給時間炸了不足 然後就開始吃我那天要的那些 我會喝完 然後去洗澡 洗完澡什麼 擦乾了 然後我會敷衣 然後我會敷衣 我會敷衣 好驚訝 好驚訝 我要向你學習一下 你看我還剩三年 我就三十了 Come on 你還有三年 你知道我小時候 我已經三十了 我沒有想像過自己三十 夏娜哥你不只負責渣我 不是不是 不是我小時候 我沒有想像過 我小時候我也沒想過這個 因為我就快不是上天 那你把我放哪兒了 不是我 你明白嗎 就我從我從小到大 去哪裡都是想弟弟 去哪裡 我從小到大去哪裡 我也曾經是小妹妹 是嗎 我 沒關係你也會有像我今天的 所有人都叫你哥 夏威哥 對現在你看坤 夏威哥 我真的不喜歡你看 你就負責講 我就負責演 好不好 你講什麼我演 真的 即興表演 話說悟空 這就馬上就來了 嘿嘿好 凱哥吃了一碗螺絲粉 突然吃到一半發現怎麼這麼臭啊 但還想繼續吃 一邊忍著臭一邊繼續吃 天哪太臭了 忍不住吐了下去 但是覺得不太合適 還有接著吃 哈哈哈哈 多餓呀 多餓呀 周老師好久不見了 周老師 來來來先碰一個先碰一個 剛才剛才一場感覺如何 可還酣暢淋落 我就有兩個字 精彩 場上每一個人說到這個話題 說半小時都能哭出來 對 所以你生活中也是堅持完整的瓜 就不要吃 對 我其實很懷疑所謂一夜之秋這種感覺 阿里伯特當中 我在前半程 最痛恨的角色就是斯內普 這是一個英毒的 對吧 沉淺的 然後完全跟哈利做對的 還喜歡畫眼影的一個男人 是 結果到最後他的所有的眼影 都是他愛的深沉的感覺 所以當你沒有看到前面的時候 你很可能辜負 其實很有道理 就感覺不要說一片葉子 哪怕你看了99片葉子 最後一片沒有看 你也無法判定到底是什麼季節 對 但是我們現在必須得看到一個現象 我給你舉個例子 我今天來之前 我剛才還跟程老師報告我做了一些功課 就是點燃你的好奇心欲望讓你去看 你不看你都受不了 你覺得不自在 哪些詞 震驚 居然 網文的標準開頭 對 瞬間 全場 崩潰 笑逢了 哭暈了 然後早上起來 拍打這裡會防海 這是rapper Yeah Peace and Love 應該是 然後看到第五秒我就落淚了 第五秒 非常關鍵的時間點 第六個不會是真的吧 對不對 這些內容你非常明顯的其實知道 它不是真相的局部 它赤裸裸都是影效 嗯 根本不是真相 東亞說得非常好 這也是我特別想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吃瓜有門檻 吃瓜需謹慎 連吃瓜都有門檻 有門檻 那就衍生到下一個問題涉及到人 面對這一切 它應該如何去面對 就涉及到方法的問題 其實還是要提高一下 就是自己的吃瓜的一個基本的判斷 對 那首先 瓜嚷瓜皮要分開 怎麼區分的其實也很簡單 事實很多時候就是瓜嚷裡面有營養的部分 對 那推論很多時候是西瓜籽 是我們要吐掉的部分 對 那情緒是瓜皮 有的時候它包裹著事實呈現 但是沒有誰吃的時候要把它吃進去 因為這是你在吃瓜的時候 下一次要剝離的部分 當你這麼去做了之後 以未來的每一個瓜在你面前 就跟果盤似的 對 切得非常清楚 你吃起來是真正有營養的部分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要尊重事實 但是要格外謹慎地對待推論 因為你要知道這並不是事實 這是它的一個推斷 對 不要被場景和身份蠱惑 對 這是很重要 瓜可以吃 但是吃瓜者要有這個自我修養 哈哈哈哈 就是為吃瓜者的自我修養乾一杯 乾一杯 好嘞 好了今天我們的跑男來了 營業時間呢就到這裡要結束了 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多關於奔跑法的精彩花訊 聽到更多兄弟團們的回答 一定要關注每周五晚為大家播出的跑男來了 讓我們一起成為兄弟團的最強後援團 我們下周五再見了 we run for the dream 從白天到黑夜 我不需要停歇 we run we run never stop 就想讓你知道 大雨中我也在奔跑 不讓他可以走 太沒了 把從白天到黑夜 我們上一次 我們下周 隨便 我們下周 疑 我們下周 我們下周